范冰冰张子怡如今是越来越像了 两个人都是朝着国际路线发展的一线女明星 而她们两个人似乎也有着剪不断 里还乱的关系 关于她们俩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 而最近呢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话题 其实一说到张子怡和范冰冰 我们都知道2019年 她们曾经合作过非常完美 但是三个之后呢 导演和编剧金一蒙却和张子怡分道扬镳了 选择了曾经的女二号范冰冰拍了一夜惊喜 而张子怡则选择了一位外景女导演和拍了非常幸运 而且二人都号称自己的作品是非常完美的第二部 那现在呢两个人再度被拿来做比较呢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人家这一夜惊喜上映之后票房轻松破译了 等着看非常幸运成绩会如何了 来看一下编导如何发问张子怡 你有没有关注就是一夜惊喜 现在这部片子已经过夜了嘛 然后他的口碑也挺好的 你觉得你的片子马上就上了的话也更有压力啊 我这一次非常幸运 其实是风格和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态度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电影是没有问题 就是我自己很有信心 面对一夜惊喜1.4亿票房成绩 张子怡虽没有正面火影比较 但一字一句都强调着对自己影片的自信 当天张子怡来出席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礼 并特意带上主演郑凯和徒弟演戏水 为新片非常幸运做宣传 可是既然这么有自信 早于一夜惊喜开机的非常幸运 当初又为什么避开齐齐档与一夜惊喜的正面冲突 延期至中秋节上映呢 我这个电影从周上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等到中秋节上就是 因为我这个电影有很多的特技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 还是希望他可以一个最完美的和最精美的这样的一种制作水准 呈现给大家 除了注重精美的特效之外 张子怡还请来王力宏与郑凯 对抗一夜惊喜中的李志廷和蒋敬夫 更亲自献身与王力宏也吸水 分别合作两首主题曲 大有跟一夜惊喜一争高下的势头 不过当被连续追问有关一夜惊喜的问题时 原本笑容满面的张子怡明显有点不高兴了 可一夜惊喜吗 好像是因为你们之前 金益蒙导演跟您有点矛盾 所以才分成了这个姐妹片的这个两个两拨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就没有 那你们不存在竞争吗 在那电影节的时候 他还在帮我 就他有一个朋友要约我 见面是美国的一个制作人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在猜测吧 其实什么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就你爱电影就投入进去你的作品当中 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好不要影响大家 看得出来 张子怡对于一夜惊喜的问题十分敏感 回答完提问后 更是一度调整状态才继续接受采访 其实有自信就不怕对比 有对比有竞争 某种程度上也会促成好作品 子怡还是消消气吧